老男人面前 女孩最大的噱头就是 她还是个冰清玉洁的黄花闺女 这让在场的众人立刻热血沸腾 纷纷出手叫嫁 黑老大更是出手阔绰 怎料身后的凤姐优雅地抬了抬手 直接以500的天价夺得女孩 没想到众人私下都骂她是个傻子 既得罪了黑老大又做了赔本买卖 只见凤姐扭着水蛇腰款款走去 仔细地打亮着眼前的女人 凤姐精致的妆容显得格外风情万种 之后管家开始对女孩验身 这让女孩倍感羞辱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像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一番检查后 管家也证实确实是黄花大闺女 管家精心为女孩梳洗打扮 穿上漂亮的旗袍 清新优雅又不失 妩媚 显然凤姐对眼前的女孩很是满意 就这样玫瑰就成为了她的新名字 金先生是一个瘸腿的附身 对她的完毕之身很是满意 刚见面就被玫瑰清纯甜美的容颜吸引 凤姐给两人递上一杯助性酒 随后便拾去地离开 第二天管家过来教她保持清洁 才能避免染病 可玫瑰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管家警告玫瑰不要不失好歹 相较于大多数女孩 她还是很幸运的了 第一次可以碰到如此温柔的客人 可玫瑰却愤怒地反驳 自己被卖入狼窝还要替你们赚钱 难道自己还要感谢凤姐买下自己吗 文生赶来的凤姐嘲讽道 只不过是父母卖掉底债的乡下野丫头 只要肯乖乖听话 在她这里不仅能衣食无忧地活下去 还能享受一些女人该有的人权 前提是要知道如何使用 如果你不能接受现在的一切 或许早该投海自尽 说完凤姐便离开了 当玫瑰准备下楼吃饭时 却听到管家和女人正在谈论自己 恶才得知凤姐不惜得罪黑老大 花高价买下自己 其实是救了她一命 如果当初被黑老大买走 她现在可能早已伸手一触了 而凤姐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开设凤凰阁 目的也是为了保护 与自己一样命运多舛的女人们 然而这天凤凰阁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人一看就不是啥好东西 纵横清场多年的素芬完全知道客人需要什么 她贴心地为男人进行着足底按摩 却没料到这个客人竟有暴力倾向 她粗暴地撕扯着素芬的衣服 还用绳子勒住素芬的脖子 眼看女人就要窒息而死 就在这时一把锋利的匕首抵住了男人的脖子 原来是这家妓院的老保 她毫不客气地告诉男人 我这里的姑娘不允许被暴力对待 男人狂妄地回答凤兰 这里是我舅舅的地盘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见多试广的凤兰怎会被这几句话吓住 下一秒直接将男人赶了出去 阿玉猜测男人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会回来找麻烦 果然阿姨第一时间就去找了自己的舅舅阿舍 天油加醋地说自己在凤凰阁受到了侮辱 让舅舅替自己出这口恶气 然而阿舍却说 阿姨被舅舅赶了出去 硬得不行那就来软了 为了取得素芬的信任 她拿着一大堆的礼物来看望你 并且说了很多甜言秘密 善良的素芬很快便卸下了防备 然而这个变态的男人下一秒面目却变得争论 她开始对柔弱的女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折磨 只见她拿起了滚烫的熨斗 直接烫到素芬娇嫩的皮肤上 女人被折磨得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只能任由男人将她拖走 凤凰阁的姐妹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素芬 可怜的女人被折磨得身上满是伤痕 她让玫瑰替素芬服侍今晚的客人 然后心疼地看着这一切 她发誓一定要让阿姨为此付出代价 发泄完怒火的畜生在林子里散心 突然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 快速地从她面前闪过 阿姨的老毛病又犯了 她急忙跟在女人后面 恰好看到了女人录音室留下的食物 阿姨没有多想直接饱餐一顿 当她正考虑抓住女人后要如何折磨她时 肚子却传来了强烈的痛感 与此同时远处那个美女向她走来 只见她拿着一块猪肉 把鲜血滴在了男人的脸上 警方接到报警以后很快到达了案发现场 然而警长却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男人的身上并没有被狗咬时挣扎的痕迹 他觉得这是一场有意的谋杀 另一边的阿蛇知道自己的外甥被杀痛苦不已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真凶 麦警官很快便怀疑到了凤凰阁 他直接要求见凤凰阁的老板娘 阿玉本想说老板不在 然后将他们打发走 然而凤兰却拖着曼妙的身姿走了出来 麦警官做梦也没想到凤凰阁的老宝 竟然是一位绝色佳人 警官开门见山 直接将这起凶杀案矛头指向了凤凰阁 他提起被害人 阿姨几天前和凤凰阁的姑娘 肃分发生过 争执 企图旁敲侧击 看看凤姐的反应 可凤姐 什么场面没见过 一句话对得麦警官哑口无言 眼见如此查案 毫无进展便起身准备离开 临走时 麦警官又提起了 多年前 阿涛的碎尸案件 被勾起回忆的凤姐 强装镇定 送走麦警官后 凤姐仍然心有余悸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阿涛是老蛇的儿子 十一年过去了 老蛇仍然对儿子的死耿耿于怀 因为迄今为止 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如今外甥阿易也离其死亡 他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出真凶 将凶手碎尸万段 以解心头之恨 就在此时 麦警官突然前来拜访 他拿出阿涛和阿易的照片 他说 两人都有共同之处 都有中毒的迹象 怀疑凶手是一人所谓 问老蛇是否知道 阿涛尸体上遗留下的戒指是谁的 那枚戒指或许是破案的 唯一线索 老蛇直接拿出百万现金试探麦警官 说这是马路牙子上剪刀的 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理 显然麦警官毫无所动 直接建议老蛇按照正规程序上交给警局 眼看贿赂不成 老蛇口头表示 会全力配合办案 私下却派人案中调查麦警官的底细 以及监视凤凰阁的一举一动 自从肃分惨遭暴灭后 凤兰竟然无动于衷 这不是他的做事风格 第二天 麦警官找资历最深的徐娘问话 徐娘直接来了个疑问三不知 只说 阿一和阿涛这两个 人渣死了 活该 罪有应得 虽然没能如愿得到有用的信息 但是却有意外发现 他立马派人去联系做戒指的珠宝商 随后 从珠宝商那里得知 这边素芬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凤姐告诉她阿姨已经得到了惩罚 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她了 素芬听后很担心凤姐惹祸上身 她不想因为自己连累凤姐 凤姐安慰她不必担心 因为自己有不在场的证明 素芬受虐那天 她让管家给她送燕窝到她的房里 那一幕所有姑娘都是看到的 画面一转 燕窝确实是送到凤姐的房间 可是房里空无一人 难道凤姐真的是凶手 她是这家妓院的老宝 然而此时的她正在河边优雅地躁躲 这美好的一幕恰好被路过的麦警官看见 这瞬间引起了男人的好奇心 她不明白那个浓妆艳美的妓院老宝 和现在满满书香气的淑女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 回到凤凰阁后 她见到了正等待自己的女人 她说不管阿姨的死是不是她做的 现在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这 凤兰不明白 明明两个人是死对头 为什么女人要帮她 说吧女人趁着夜色离开了凤凰阁 紧接着另一的贵妇又找上了门 贵妇临夫人开门见山地说 想在凤凰阁买一个橱子 女佣小花看起来就不错 愿意出价一千把她买走 凤兰询问她原因 凤兰直接了当地表示凤凰阁从来不贩卖姑娘 况且小花刚满12岁 她不客气地对女人下了竹颗链 凤兰教小花读书写字 也许教育小花是想完成自己那个遥不可及的梦 她想让小花过上自己期望的生活 却不料林夫人并未对小花死心 她趁着众人熟睡悄悄找到女孩 她告诉小花如果你跟我走 一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用在这里打砸干错活 小花满眼期待地看着林夫人 果然第二天凤兰就发现小花不见了 她请求麦警官陪她去凌家把小花要赶 可是到了凌家后却遭到了小花强烈的反抗 死活也不肯和凤兰离开 凤兰听着如此颠倒黑白的话 她心中笃定单纯的女孩是被林夫人洗脑了 凤兰正想和林夫人好好说道说道 却没想到小花直接告诉凤兰 凤兰提出和小花单独聊聊 告诉小花林老爷是个68岁的老太 嫁给她你的一生就毁了 她想把小花教育成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 将来找个好人嫁了 可是小花却不明白凤兰的良苦用心 她觉得在哪都比在凤凰阁墙 接下来说的话更是让人大跌眼睛 这些话无疑给了凤兰当头一把 她此时也不知如何回应 既然是小花自己的选择 她也不好再去劝说 恨铁不承担的凤兰伤心地在一旁哭泣 麦警官看着美人落泪的样子心中有些心疼 她拍了拍凤兰的肩膀想要安慰她 而凤兰一头栽到了麦警官的怀中 她真的很需要一个坚实的肩膀来靠一靠 她是这家妓院最受欢迎的姑娘 然而这天她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上了真爱 在上班的时间没有做安全措施的小兰幸运的重招了 没想到任性的小兰非但不理会凤兰的好意 还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她将乔治带到凤兰的面前得意地说 要和心爱的人去英国生活 求凤兰放她离开 夫人看着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小兰 她也想放手让小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于是决定先亲自会议会这个让她坠入爱河的男人 原本小兰的赎身价格是3000美元 但是凤兰只要求乔治拿1000美元 但前提是要男人给小兰一个幸福的家庭 乔治万万没想到凤兰提出这么低的价钱心中安心 可是下一秒她竟找到小兰 告诉她凤兰狮子大开口 向自己索要5000美金才肯放 乔治见状紧往演习 看着深情又帅气的男人 小兰干脆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家底 乔治告诉她这点钱根本不够给你赎身 于是水手顺势向小兰说那么下周一我们在码头见 另一边的凤兰还是不放心水手的威脸 她让麦警官帮忙查一下男人的底细 她真心希望小兰能够遇到给她幸福的男人 麦警官告诉凤兰乔治平时除了赌博以外没有做过什么其他的患事 凤兰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她下一步打算给小兰筹备婚宾 麦警官却回答她不用筹备 乔治上个月不知道哪来的好运气 打牌赢了很多钱 这足够她回家娶妻生子 而且她此时已经启程回国 听到这个消息凤兰的心情急转之下 小兰以为自己马上要成为英国贵妇 她每天在众人面前趾高气扬还拒绝工作 然后穿上了自己最满意的衣服 回头望了一眼自己工作多年的家 心想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凤兰回到家后发现小兰不见了 于是和麦警官急忙出去寻找 在那个年代 逃跑的女人是要接受酷刑甚至被打死的 不久后终于在码头看见了悲痛欲绝的小兰 麦警官让属下开车送他们回家 然而手下却嫌弃他们的身子 不干净为恐脏了自己的车 这一番话让凤兰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作为特殊行业的他们难得受到他人的冲种 与此同时一直在调查阿姨死因 却无果的老蛇听说了凤兰那边发生的事 他打算对小兰下手 让他做自己的卧底 女孩被男人绑在床上 他无助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不明白他要对自己做什么 此时门外进来了另一个男人 他色眯眯的眼神让女孩顿时感觉不对劲 他声嘶力竭地求阿涛放了自己 却没想到阿涛转头对男人说 尽情享受吧 随后满意地离去 此时的女孩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女孩名叫翡翠 因被父亲指婚而离家出走 恰巧遇到帅气的阿涛 他花言巧语地把翡翠骗到了春和月 过上了非人的日子 因为阿涛经常毒打好姐妹肃分 因此翡翠愤怒杀了阿涛的小弟 然后逃离了那个地方 这可怕的噩梦让凤兰顿时被惊醒 原来那个女孩就是多年前的凤兰 往事历历在目是她一生磨灭不去的阴影 阿湘是凤凰阁新过来的庸人 她曾经在最大的风月场所春和苑工作 当她看到凤兰的第一眼 就觉得凤兰十分眼熟好像在哪见过 与此同时被收买的小兰悄悄地潜入凤兰的房间 去寻找老蛇想要的证据 结果却在无意中听到了其他姑娘的对话 原来老蛇那边的姑娘逃走后被抓了回来 她把姑娘扔到了大街上任由男人修理 除了凤凰阁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人砍 以他们卑微的身份生下的孩子又怎么会幸福呢 此时的小兰终于恍然大悟 她重新把自己打扮的光彩照人 还像阿玉要来了最厉害的多胎药 从此以后不再相信爱情 看着重新振作起来的小兰凤兰觉得很欣慰 另一边的麦警官经过一番调查 她怀疑现在的凤兰就是翡翠 于是来找凤兰想要试探她 凤兰转移话题说找个姑娘来服侍她 却被麦警官拦了下来 她告诉凤兰不如你来亲自服侍 两个人经过了脸红心跳的画面 正要入正题时麦警官却拿出了一张照片 询问她是否认识里面的姑娘 就这样二人不欢而散 随后麦警官的属下告诉她 最近一个叫阿湘的女人经常出没在凤凰阁 于是麦警官便找到她问话 根据女人的描述 凤兰长得特别像春河院里那个叫翡翠的姑娘 她长得很漂亮还说着流利的英语 麦警官拿出那张照片让她辨认 阿湘断定照片中的女人就是翡翠 麦警官回去找凤兰并拿出了阿涛的照片 还说当初翡翠不知是何原因离家出走 却被阿涛诱拐到春河院 凤兰以为麦警官被阿蛇收买了 女人信心满满地想说服眼前的帅哥 正当我想打马赛克时 突然冲进来几个男人 他们二话不说就对两个人动了手 可惜他们并不是麦警官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便败下了阵 其中一个男人趁机掏出手枪想要偷袭 情急之下凤兰立马冲了过去挡在了麦警官身前 好在阿玉及时出现打晕了领头的男人 其他人见状也仓皇而逃 凤兰的这一举动彻底让摇摆不定的麦警官动了心 他看着为保护自己而身受重伤的凤兰心疼不已 下属找到歹徒行凶时不慎遗留下的手帕 麦警官这才知道幕后黑手竟是阿蛇 麦警官直接气愤地找到阿蛇 麦警官直接告诉阿蛇如果再干扰自己查案 那么必定会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因为麦警官的背后有英国人撑腰 阿蛇也只好让属下警官其变 麦警官又找到之前负责阿涛案件的洋人警官 拿出了案发现场发现的戒指 经过警官的描述得知阿涛的大宝贝是被人活生生撕扯掉的 麦警官问老拉为什么没有现场照片 这样残酷的行为让麦警官断定是女人的复仇 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怀疑凤凰阁里藏匿着日本间谍 因为很多重要的情报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老拉还特意整理了一份出入凤凰阁的英国军人名单 想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麦警官顺着思路越发怀疑凤凰就是那个见解 可老拉却对凤凰的人品赞赏有加 他告诉麦警官凤凰经常拿钱资助中国 并且十分憎恨日本人 但是唯一知道英国秘密情报的军官 却是经常光顾凤凰阁 与此同时 凤凰不顾自己的伤情急忙叫来肃分 告诉他麦警官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让他收拾好行李准备一周内逃跑 原来当年肃分和凤凰不堪折磨一起从春河院出逃 两个人是共患难的姐们有着非同一般的情谊 深夜的巷子里出现了两个人的声音 日本的街头人说组织里得知凤凰阁的老板 经常资助中国的抗日基金会 让间谍在短时间内把凤凰夫人解决掉 可是间谍却说现在并不是杀他的最佳时机 因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 街头人看出了他动了侧眼之心 于是严厉地警告了他 间谍为了表忠心说到了必要时刻一定会亲手杀了凤凰 能相信一个寄院的老宝却有着一颗爱国的心吗 他把每个月凤凰阁赚来的钱都捐给了中国抗日基金会 这也让麦警官对眼前的女人越来越钦佩和着迷 他告诉凤兰凤凰阁内很可能藏匿着日本间谍 凤兰听后一口否认这和他的姑娘们无关 麦警官提出想让凤兰协助自己调查 凤兰犹豫片刻后同意了 回去后就嘱咐素芬观察姑娘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整个凤凰阁他能完全相信的人只有素芬 果然这天玫瑰鬼鬼祟祟的拿着一个神秘的东西离开了大家的视线 素芬见状紧跟其后 却发现玫瑰只是背着众人在偷偷地抽大烟 这让素芬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后凤兰信心满满地把这个消息带给麦警官 告诉他凤凰阁里没有所谓的日本间谍 麦警官却依然一口咬定情报是从凤凰阁里传出去的 聪明的麦警官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他故意当着众人面前扔下了一份日文报纸 上面刊登着一些假的情报 现在就等着鱼儿自己上钩了 为了让间谍放下警惕 两个人躲到了凤兰的房间里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事 早已经对彼此有情 两杯温酒下渡后 麦警官更是胆子大了许多 他把意中人拥入怀中 他告诉凤兰自己第一次见到他就想得到他 于是下一秒便发生了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画面 这段我们略过 完事后 凤兰不禁再一次想起在春和月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可是麦警官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他自卑地让麦警官离开 他不想让心上人知道自己劣迹斑斑地过去 吃早饭的时候 凤兰故意问姑娘们最近私仇的价格 想试探他们有没有看过那份报纸 可千算万算 没想到阿玉此时竟然站出来回答了凤兰 这让凤兰简直无法相信 他和阿玉共患难多年 当年是凤兰治好了阿玉的恶极 还好心地收留他照顾他 阿玉说凤兰不只是自己的朋友 更是他的亲人 这番话让凤兰的心中五味杂陈 但是国家利益大于一切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麦警官 他不明白为什么多年来的好姐妹会出卖自己 麦警官温柔地安慰着凤兰 告诉他自己会派人保护他 绝不会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看着寒情默默的男人 凤兰此时终于放下了所有戒备 他相信他爱的人一定会接受自己那段不堪的过去 于是向他讲述起了那段可怕的回忆 女人徒手扯掉了男人的万恶之缘 女孩名叫翡翠 她本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她15岁的时候有一个富商来拜访她的父母 她见到翡翠的第一面就对她动手动脚 翡翠的父亲不顾女儿的反抗要将其嫁给她 而对方已经70岁了 翡翠只好选择离家出走去咖啡店工作 在那里她遇到了充满魅力的阿涛 很快两个人便结了婚 可好景不长 阿涛设法将自己骗到马六甲最有名的妓院 不仅被各种油腻的男人糟蹋 还要每天受到男友的报答 经过不断地学习翡翠终于成为春河院最有名的妓女 可阿涛对好姐妹素芬整日拳脚相加 终于有一天翡翠忍不住了 她趁阿涛不备将她打晕 并把蛇行戒指套在她经常玩的地方 毫不留情地对她使用了割地分离术 阿涛就这样变成了民国时期的最后一名太监 凤兰拿着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地方 可是自己除了这个又不会别的影响 无奈之下只能做起老本行 听着凤兰向自己述说那段不堪的回忆 让麦警官心疼不已 她不解地问凤兰为什么要向阿涛下毒呢 而凤兰惊愕地说自己并没有做过 卖警官沉默片刻继续追问 那阿一是你杀的吧 然而得到的依旧是同样的回答 那么这两起案件的凶手 不是凤兰又会是谁呢 这天凤兰刚想出门 却不想撞上了一位不速之客 蛇叶开门见山地说 想感受一下凤凰阁的火 外警官派来保护凤兰的保镖 赶紧冲上前去 可凤兰却递给保镖一个眼神 示意她自己来应付 下一秒凤兰便把姑娘们全部叫了出来 让蛇叶自己挑选 可老爷却说 这些便宜的材料 继而转头抚摸凤兰的脸颊 并让她亲自示好 凤兰强颜欢笑将蛇叶扶进了自己房间 可蛇叶今天并不是来找乐子的 因为她已经怀疑到阿涛当年是被凤兰杀害的 于是对凤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女人褪去了男人的衣服 可怕的纹身赫然出现在眼前 女人顿时发觉男人来者不善 她粗暴地逼问阿涛的死因 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然而这悲惨的一幕恰好被女人的男友看到 她告诉阿蛇凶手另有欺人 可怜的凤兰被剧痛折磨得惨叫连连 见她依然没有停止对凤兰的霸凌 于是她说如果再不放开凤兰就要开枪了 阿蛇只好愤怒地拔出扇子走到麦警官面前 警告她如果你敢骗我我就亲手杀了你 看着凤兰痛苦的样子麦警官的心都要碎了 她一把推开正要扶凤兰的阿玉 恶狠狠地眼神盯得阿玉不知所措 第二天阿玉趁着买菜的空档和街头人交手 街头人称她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命令她离开凤凰阁 可阿玉却舍不得凤兰拒绝离开 街头人告诉她如果不听从上头的安排 那么她将会变成一枚弃子 另一边的麦警官告诉凤兰今天11点 警局的人就会去凤凰阁将阿玉逮捕 阿玉自知身份已经暴露 她来到凤兰的房间 回忆着两个人经历的点点滴滴 看着凤兰的衣服 此时的她不知下一步该如何选择 凤兰看到阿玉不舍的眼神心里很不是滋味 两个人多年来经历过太多事情 早已有了非比寻常的感情 凤兰眼含泪水让阿玉为自己梳头 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凤兰诉说着两个人曾经的点点滴滴 诉说着玉姐对凤兰的好 比起自己的父母 是阿玉让她明白什么是亲情 情到深处二人痛哭起来 阿玉最后一次嘱咐凤兰要好好照顾自己 凤兰看了看事件猛然间想起麦警官说过的话 阿玉这才反应过来大事 转过身飞快地向门外跑去 待麦警官赶到凤凰阁时 得知凤兰心软放走了日本间谍而大门 而另一边的阿玉却并没有成功逃脱 他万万没想到在半路上碰见了心狠手辣的阿蛇 阿蛇可没有麦警官那么好说话 他直接将阿玉绑在树上 二话不说给了他一刀 并逼问阿姨和阿涛的死因 阿蛇始终认定他们的死与凤兰脱不了干系 阿蛇提起儿子当年对凤兰十分着迷 于是告诉他 如果要做我阿蛇的儿子就不能感情用事 命令阿涛抛弃凤兰 可没想到凤兰竟然如此心狠手嘛 不但杀了阿涛还将他剁成一块一块 想起儿子死前被残忍地做了割地分离术又被大卸八块 他气愤地要彻底解决掉眼前的女人 紧要关头迈警官及时赶到阻止了要下手的阿蛇 看到自己的姐妹被折磨的遍体鳞伤 凤兰不顾安危地护住了阿玉 阿蛇直接发话自己绝不会放过杀害儿子的凶手 说罢便举起枪要打死面前的两个女人 阿玉为了保护凤兰一个人拦下了所有事情 她开始讲述杀害阿姨的过程 原来那天阿玉在凤兰的汤里加了安眠药 待凤兰睡去自己则穿上了凤兰的衣服去引诱那个禽兽 就这样自己利用阿姨的恶夕杀死了她 她谎称当年阿涛发现了自己是日本间谍的秘密 以此威胁自己把所有的收入都交给她 同时还要满足她那龌龊的欲望 于是一气之下就杀了她 听见她描述杀害阿涛过程中的老蛇愤恨不已 刚想要动手报仇却被麦警官拦下 阿玉缓缓从辫子里取出藏匿的药片吞了下去 麦警官知道这是所有日本间谍都必须备用的绿化甲 片刻过后 阿玉在痛苦中毒发身亡 结束了她这传奇而又罪恶的一生 阿玉死后 凤兰整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 新来的阿湘不懂凤兰的喜好 而凤兰也不允许阿湘住在阿玉的房间里 二人闹得很不愉快 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时麦警官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由于战争即将爆发 全世界都要受到影响 麦警官出于对凤兰的安全着想让她离开凤凰阁 麦警官件事情瞒不住便直接告诉凤兰 政府在几周内要关闭这里所有的妓院 这个消息对凤兰来说无疑不是晴天霹雳 麦警官劝说凤兰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麦警官提出想带凤兰离开 她握住凤兰的手 含情默默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此刻凤兰的心有所触动 可瞬间又回过神来 她知道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悬殊 麦警官是新加坡的首位华裔警官 可自己却只是一个风月场所的劳保 麦警官再一次深情地向凤兰表达自己的爱 可凤兰却没有勇气接受这份炽热的情感 她说整个警队都光顾过凤凰阁 他们都知晓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在一起 那么你将会变成所有人的笑比 还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事业 凤兰向麦警官承认阿玉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当下杀害阿涛的罪行 并表示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 凤兰说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刺痛她的心 而凤兰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当场晕了过去 素芬找来大夫为凤兰诊治 这才知道凤兰已经怀了麦警官的孩子 素芬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这个孩子可以帮助凤兰从此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凤兰却不这么认为 她嘱托素芬将此事保密并配合她演绎出行 与此同时麦警官因为捉住阿玉和她的同盟 局里决定给她升职 可是麦警官听到这个消息却并不开心 因为她知道这件事会令凤兰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为了凤兰她准备拒绝上级的安排 第二天麦警官整理好心情来找凤兰 却被素芬堵在了门外 素芬告诉麦警官凤兰正在招待客人请她不要去打扰 麦警官一听急了 她火急火燎地冲上楼 气愤地推开房门却看到自己最爱的女人坐在一个有你男人的堂上 她二话不说就愤怒地把凤兰拉了出去 凤兰为了让麦警官死心谎称自己要嫁给那个男人做三一胎 麦警官自知没有那个男人有钱有势 但是自己会全心全意地只爱她一个人 她多么地害怕逝去凤兰 宁可舍弃光明的前途也要娶面前的女人 凤兰的心又何尝不痛呢 她痛苦地说着违心的话 用最尖锐的词语伤害最爱她的男人 终于将她推远 凤兰回到房间把配合自己演戏的男人送走 然后卸下了坚强的伪装崩溃大夫 伤心绝望的麦警官不久后娶了别的女人 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凤凰阁成了新加坡唯一一间妓院 凤兰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后的夫人 麦警官多年后再次踏入凤凰阁时 看到面前的女孩很亲切 于是问孩子的年龄 凤兰害怕麦警官认出自己的女儿 于是急忙大话 原来这几年来麦警官和妻儿去了国外 凤兰告诉她凤凰阁在月底也要关停了 自己准备带孩子去向岛生 时光飞逝 虽然相爱的人最终要分离 但是他们也是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人 而关于最后的夫人的传奇故事也拉下了 What a pleasure